你們的戰略是先把快的先炒 對不對 對 但洋蔥炒蛋其實沒那麼快 可能它有一些 因為剛才準備有油了 它吃臭油了 這蛤蜊看起來 採觀看起來就好吃 誰跟妳炒個菜要跳恰恰的 還網路 網路很紅嗎 好配喔 看可以玩 可以 危險 好嗎 網路那個佛炒扇 有沒有 那個 來 所以等一下 要不要蓋蓋子 要 陳哥 明顯的那是洋蔥炒蛋 跟炒海瓜 不一樣 感覺 戰略不一樣 豆干跟肉末玉米 這邊明顯就把中等程度的 先把它拿來 最後的蝦那個空心菜比較快 快炒 這選擇是對的 然後鍋子也熱的 這選擇是對的 但你要看他有沒有辦法止血 對 其實我跟陳哥講說 這個就是有點類似 像客家小草那種概念 所以他很熟悉 可是他自從他平了客家小草之後 他很多技法耶 你看看切對面切得有點慢 小康那邊 小康那邊的 醃肉醃得有點久 好了 他在那邊公主禁我啊 我幹嘛 你要幹嘛 你要什麼 我加油啊 加油 加油 成熟一點 成熟一點 不是這樣是不是 對,還在那邊加油 但是說真的那個技法越多 好像時間花了越久 會比較久 其實肉末炒一米 肉也可以不用醃 對 對不對 所以一起燜就好了 對啊 把玉米已經燜出來 風味再長命 對 而且有時候 剛剛我們那個肉末放那麼多 也不用全部放過 來,要放 又放一放 菜旁都要全部就這樣 全部用完 要用 全部用完 不然大家都炒一點點 一點點就超快了 對 也是 有這個道理 要炒就先炒 然後希望大家 全部都要炒 他不信 他跟你有做過這道 給小朋友吃嗎 是什麼 就玉米 玉米啊 好像... 好像有耶 好像有 對 但沒有這麼... 沒有那麼複雜啦 對 因為小孩子也明明 這麼帥 那麼多 他就這麼小孩子 沒有,沒有複雜 是因為 我太太做的 你太太 那你在那個山裡面 那個熊孩子 你沒有做過嗎 還沒 那裡面的菜單是你決定的嗎 應該要先炒香啊 雞加水決定 對啊 那你也可以試試看 我們這些菜炒菜都可以 有 好,這邊兩道都開始炒了 來,看一下對面 你們的戰略是先把快的先炒 對不對 對 但洋裝炒蛋其實沒那麼快 可能它有一些 因為剛才準備有油了 它吃醋油 這蛤蜜看起來 台灣看起來就好吃 誰跟你炒個菜要跳下去 對啊,假的 網路很紅 好看,你看都可以玩 可以 危險,好嗎 在網路那個 柏草蒜 有沒有 那個 所以等一下 要不要蓋蓋子 要